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4.姜的应用 姜味辛辣、性温热 是居家常备之食材 又可外用 故为原始点医学所推荐的一种常用热源 本文介绍几种常见姜品的制作及其应用 首先澄清两个观念问题 其一 有说 留姜皮则凉 去姜皮则热 认为姜皮、姜肉含热性不同 这是不对的 因为姜皮味辛辣 故性意温热 其二 有说早吃姜、圣参汤 晚吃姜、塞坯霜 但药性不因早晚而有所不同 所以这也是秘密研 此外喝农姜汤若出现症状 基于症状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因此只要外置手法及外内热源到位即可化解 可见姜仍可继续服用 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 仍觉得姜太辛辣而不愿服食 可改以姜加甘草、龙眼干、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直接改用浓参汤或姜丸 材料准备 一、选姜材 一定要精选有机认证的瘦小土姜 以确保品质 二、鲜姜片 生姜先去土洗净、切掉坏的 如用意制作干姜片 则切成三至四毫米的厚片 因薄片日晒或炒制时易碎裂 若直接用意熬煮姜汤 则可切成薄片 三、干姜片 鲜姜片经晒干 注意 若两天内不能晒干 很可能会发霉 或烘干 再用小火炒约25分钟 即制成干姜片 市产地品种不同 10斤鲜姜片可制成 1.0至1.5斤干姜片 4.姜片 4.姜粉 将干姜片细盐成末 用100至120目筛子筛过 集成姜粉 如何熬煮浓姜汤 1.姜用量 重病患者 所用浓姜汤 每日常规用量 是鲜姜片500到750克 干姜片50克到75克 2.水量 以一升 一千毫升 约五碗水 为基准量 若鲜姜片用量较多 有时一升水 不足以淹没姜片 则需增加水量 至姜片 全部淹没为止 不论适用鲜姜片 或干姜片 熬煮第一遍 或第二 三遍 皆以此法定水量 但第二遍 味道 以油浓转淡 可酌加辣椒 一起熬煮 以弥补热源效力的不足 三 器具 与熬煮 建议使用陶瓷锅 依普通炉灶 或瓦斯炉 大火煮开后改小火 或用电药壶熬煮 依不同器具 约需 2至4.5小时不等 期间尽量不要掀盖 4 浓度 关键在浓度 姜汤要浓缩至 所加水量的三分之一 如五碗水 熬至剩1.7碗 如此 若不足 一日饮用 则姜片及水量 需按同比例增加 如50克干姜 加5碗水 煮至剩1.7碗 或100克干姜 加10碗水 煮至剩3.4碗 5.7碗水 若担心体内水分过多 可改服姜碗 姜粉 或姜粉泥 建议事项 1.热姜汤煮好后 用滤网过滤 应存放在保温杯中 已需要服用 但不宜久存 超过12小时 若绝变味 则已变质 不可饮用 2.鲜姜 若不立即使用 需至冰箱冷藏 干姜片 姜粉 需密封 若要长久保存 则需冷藏 2.姜粉泥 制作方法 用微波炉 制作姜粉泥 材料准备 微波炉 磅秤 凉杯 有机干姜粉 姜水 或水 制作过程 1.按体积笔 比例为1比5 按重量笔 比例为1比10 2.务必搅拌均匀 3.通过微波炉 制作万用姜粉泥 每次加热姜粉量 不宜少于5克 5-10克姜粉 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时间约需3-5分钟 加热 加热至绵密膏状 不同功力微波炉 加热时间会有不同 图1 4.如内服或灌肠 姜粉与姜汤或水 体积笔 1比5-1比7 重量笔为1比10-1比12 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 加热时间约需1-2分钟 加热至略吸的呼状 图2 注意事项 1.姜粉泥制作 以干姜粉煮烂熟透 没有颗粒为原则 因每台机器功能不同 以上时间及比例仅供参考 并无绝对性 2.姜粉泥 以洁净小汤匙取用 若两天内没用完 则需放入冰箱冷藏 使用前取出 以微波加热或隔水加热 3.若需增强姜粉泥的温热性 可在姜粉中 参加一定比例的细辣椒粉 也可将辣椒或辣椒加花椒 用水熬煮两小时后 取其浓汤代替姜汤或水 制作姜粉泥 3.姜汤 姜粉泥 姜粉泥 制成碗 姜粉灌肠 场地准备 主患者 铺预筋 躺在床边 并将上面的腿 自然拱起 露出臀部 不可离卫生间太远 或可被便捅在旁 患者可请家人协助 或自行采用坐姿操作 1.姜汤灌肠 患者可自行操作或请家人协助 姜汤准备 温度约摄氏37度 用量约300到500毫升 若姜汤取得不易 可以姜粉冲泡热开水 带降温 姜粉沉淀后 需冲泡水替代 方法1 灌肠带 加灌肠管 灌肠步骤 用物准备 灌肠带 及灌肠管 18F 长度约44厘米 一般医疗器材 店均有寿 灌肠步骤 1.将姜汤倒入灌肠袋中 挂于高处 约一人高 2.打开灌肠管上的止水阀 让姜汤流出 使灌肠管内空气排出 之后再关上止水阀 3.灌肠管以软管为仪 操作者戴上一次性手套 并于末端涂上凡事林或香油 用拇指与中指掐住末端 约7公分处 两指轻推 将灌肠管置入肛门 此时灌肠管 因受力会弯曲 用食指轻轻压挤弯曲处 以方便灌肠管 顺利进入肛门 4.将灌肠管置入肛门 约30厘米 打开止水阀 约5分钟可滴完 速度使个人情况调整 关掉止水阀 将汤尽量保留在肠道内几分钟 之后排出即可 方法二 注射器加鼻胃管灌肠步骤 用物准备 鼻胃管 18F 长度约 1.0米 50至60毫升注射器 一般医疗器材电均有瘦 灌肠步骤 1.将鼻胃管插入肛门 约40至50厘米 操作者戴上依次性手套 并于鼻胃管末端 50厘米范围内 涂上凡事林或香油 用拇指与中指 掐住末端 约5厘米处 两指轻推 将鼻胃管制入肛门 此时鼻胃管因受力会弯曲 用食指轻轻压挤 弯曲处 以方便鼻胃管顺利进入肛门 也可做肛门收缩动作 提肛 更能顺利进入肛门 2.用注射器吸姜汤 推入鼻胃管 可分多次推入 最后一次推完后 将注射器拔出 并拉出注射器活塞 再重新连接鼻胃管 将管内剩余的姜汤 推入厂内 如于阻力太大 推不进去 可把鼻胃管 适当拉出一些 或多准备一支空的注射器 利用空气 把管内的姜汤 推进肠道 两支注射器交替使用 直至最后完成灌肠 2.姜粉泥灌肠 用物准备 1.鼻胃管 18F 长度约1.0米 或灌肠管 18F 长度约44厘米 50至60毫升注射器 一般医疗器材 电均有瘦 2.姜粉泥灌肠 2.姜粉泥 每次姜粉泥用量 约10至60毫升 温度略低于体温 灌肠步骤 1.将鼻胃管 或灌肠管 插入肛门 鼻胃管 约40至50厘米 灌肠管 约30厘米 操作者 带上一次性手套 并于末端 涂上 凡士林 或香油 用拇指 与中指 掐住末端 约5厘米处 两指轻推 将鼻胃管 或灌肠管 置入肛门 此时 此时鼻胃管 或灌肠管 因受力会弯曲 用食指 轻轻压挤 弯曲处 以方便 鼻胃管 或灌肠管 顺利进入肛门 也可做肛门 收缩动作 提肛 更能顺利进入肛门 二 先用注射器 吸姜粉泥 推入鼻胃管 或灌肠管 然后将注射器 与鼻胃管 或灌肠管 脱开 并拉出注射器 活塞 再重新连接 鼻胃管 或灌肠管 将管内 剩余的姜粉泥 推入肠内 如意阻力太大 推不进去 可把鼻胃管 或灌肠管 适当拉出一些 再推 或多准备一支 空的注射器 利用空气 把管内的姜粉泥 推进肠道 两支注射器 交替使用 直至最后 完成灌肠 三 以姜粉泥 制成丸灌肠 用物准备 一 姜粉 二 姜汤 三 微波炉 制作方法 每次姜粉用量 约10至30毫升 5至15克 姜粉5克 姜汤 或水3克 调匀 搓成5个小丸 将小丸 切开两份 做成橄榄状 微波炉加热 10至20秒 加热 加热后的姜粉丸 外皮呈黄白色烧硬 里面微软 姜粉丸要随做随用 存放时间太长会变硬 不易吸收 灌肝 灌肠步骤 患者躺下 用中指 蘸少许水 湿润一下肛门 姜粉丸 蘸点水 让它湿润一下 然后把姜粉丸 用中指 顶进肛门内 尽量顶深一点 中指停留在肛门 同时收缩肛门 提肛 然后中指才退出来 姜粉丸 一粒接着一粒的 依次塞入肛门里 4.姜粉灌肠 用物准备 1.灌肠管 18F 长度约44厘米 50至60毫升注射器两支 一般医疗器材店均有售 2.姜粉 每次姜粉用量 约10至30毫升 或5至15克 灌肠步骤 1.将注射器活塞拔出 将姜粉灌入注射器 2.操作者戴上一次性手套 将涂好凡士林或香油的灌肠管 置入肛门 约30厘米 3.先用空的注射器 把空气推进灌肠管 确认灌肠管畅通 4.换上灌好姜粉的注射器 推入少量姜粉 5.换上空的注射器 用空气把灌肠管内的姜粉 推入肠道 6.重复四五步骤 两支注射器交替使用 直至灌入预定量的姜粉 7.每次推入姜粉数量不宜太多 否则容易毒管 如遇阻力太大 可将灌肠管拔出一些再推 建议事项 灌肠所用姜汤 姜粉泥 姜粉碗 姜粉用量及温度 仅供参考 最终仍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灌肠结束后 所用工具清洗晾肝后 可重复使用 接触过肝门的部分 需以肥皂热水清洗 重病患者灌肠时 推进速度不宜太快 少量多次 以免造成不适 4.洗眼喷鼻等应用 温姜汤洗眼步骤 1.准备一个可以刚好贴合眼窝的小杯子 或洗眼杯 也可用游泳挖镜 2.温姜汤装进小杯子或洗眼杯 其温度及浓度 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3.微微低下头 将小杯子贴紧眼周 闭眼紧密扣合后再仰头 4.多次眨眼 使温姜汤充分浸润眼球 5.洗完后 要再清洗另一眼时 需更换新的温姜汤 6.结束后低头 再把杯子取下来 并用毛巾将眼皮上的水珠擦拭干净 姜粉喷鼻腔、口腔或阴道步骤 用物准备 1.姜粉 2.喷粉瓶 一般医疗器材店均有受 操作步骤 患者可自行操作或请家人协助 1.将姜粉装入 1.将姜粉装入喷粉瓶内 2.将喷粉瓶对准鼻腔、口腔或阴道 3.用手指挤压 3.喷粉瓶 8.喷粉瓶 8.喷粉瓶 将姜粉喷入鼻腔、口腔或阴道 4.为谨慎起见 可先微量喷入 适应后再灼量增加 5.生汤制作 材料准备 红参 鲜参经洗净晒干 称为生晒参 鲜参经洗净蒸熟晒干后 极为红参 红参市场种类繁多 品质不易辨别 挑选有机认证的瘦小红参 较有保障 浓参汤熬煮法 建议使用陶瓷锅 水量 以有机红参50克 加水5碗 约1000毫升 熬煮成2.5碗500毫升 熬煮 用大火煮开后改小火 第一遍用5碗水 熬煮成2.5碗 约30分钟 第二遍用4碗水 熬煮成2碗 约40分钟 第三遍用3碗水 熬煮成1.5碗 约40分钟 试情况 或可熬煮到第五遍 但第三遍以后浓度转淡 以当保健用 熬煮后可存放在保温杯内 当日喝完 红参常规用量是50克至75克 上限是150克 一人为本 一命为时 永远不停步 永远不停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